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光临绝版赏西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要为您介绍高盛林先生的长板坡和独木观 我们的嘉宾呢 是原武汉经济团团长 著名武生演员 尼海天先生 原武汉经济团副团长 剧作家周孝仙先生 欢迎二位的光临 你好 据我所知啊 二位跟这个高盛林先生啊 都有过长期的合作啊 尼先生呢 也应该说是跟高盛林先生是长期的舞台合作者了 那么周先生呢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 就开始为高先生记录整理他的表演艺术经验 那么我想你们二位呢 对高盛林先生呢 都很有发言权了 那今天在这里呢 是不是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高盛林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他的这个艺术特色 以及他在京剧武生行当的地位 高盛林先生是高派武生艺术的这个创始人 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 那是高盛林先生的艺术高峰期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表演上经过多年的这个积累啊 这个取得了很大的丰富的这个舞台经验 因而的话 这个他的表演上的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 所以这个时候呢 高派就形成了 这是他的这个形成的过程 但是我们从高盛林先生这个高派武生艺术这个形成的过程来看的话呢 大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哪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 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就是学艺于北京 就奠基于北京 哦 学艺于北京 奠基 奠基于北京 开拓于上海 开拓于上海 形成于武汉 就这么三个时期 这个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在北京十多年的艰苦学艺严格训练 没有在上海十多年的广彩博协 开拓进去 没有在武汉十多年的磨练提高创造 革新 那他想把他的艺术 这个表演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的话呢 那又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认为他是有这么三个阶段 而这三个阶段对高派艺术这个艺术特点呢 又是非常有着它非常重要的 无一不可分的作用 就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那刚才呢 周先生跟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高先生的这个艺术经历和一些艺术成就 那我想下面我们结合这个长板坡 这个戏 还有我读目观 来具体的来谈一谈这个高盛林先生的这个艺术特点 就像林先生跟我们谈两句 长板坡是洋派的经典剧目 对这个尤其是常看武生来说 他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是畅念作答各个方面集材 这个高盛林先生在这方面呢 但因为杨老先生我们没有看见过 那么就高盛林先生这个演出呢 那我个人的领会呢 我觉得他不仅是注意了这些方面 而且重要的一点 他要塑造这么一个 这个 什么胆大心细 因为这个赵云呢 浑身是胆 胆大 游勇有谋这么一个 对了 胆大心细 游勇有谋 豁达大度 这样一种儒匠的风度 这样一种风范 这样的大将的形象 他在这方面呢 尤其在长文坡这处戏里头呢 他自己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说 武生 不是光是看你的翻打跌破 是啊 所谓舞系文唱 也不是说是没舞的 而是要要注重这个通过唱 念表演 就是做了 去塑造这个舞 也没有是念吧 头一场它就是一句词 刘 刘备 跟他说 说完 汉风臭底了 毫不凄凉人也 他就回答了一句 主功且免愁肠 保重要紧 是吧 在这里呢 它一个就是字 一个就是重点 字是一个愁字 就是它要上点口 不能大白话 愁 直功且免愁肠 重点在 保重 保重 它这两个字 阿里音比较长 压 紧 一共手 他只是安慰刘备 念法当中非常讲究的这一个部分 到后的严谨了 就是我们常 就是在大战之前的那场戏了 严谨 见了弥夫人 弥夫人 他这个地方有个处理 赶紧下马 下马以后呢 他 看见弥夫人 他这个 头的 就干夫人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下跪 他并没有下跪 他看弥夫人的时候 他下了一跪 主母不必提空 赵云在此 藏 这有一罗 他跪下了 一条腿 跪下了 后来我就琢磨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要 他要给他跪下呢 见 干夫人 干夫人不跪 为什么 见弥夫人 跪 是吧 和我就琢磨他 他这一跪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吧 因为干夫人 就干夫人的时候 干夫人在混在百姓群众当中啊 还不是那么狼狈 他看见了 这个 弥夫人 这个时候 舞台是美化的啊 但是要 要作为现实生活来说呢 他肯定他一个人 逃难 在这个 潮兵的四外与追赶 在沙场上 你看 这 这 蓬头过面的 是肯狼狈不堪 对 非常混乱的一个场面 非常混乱的情况之下 他肯定是一个 狼狈不堪的样子 何况 他又中了一剑 这时候 赵云不知道 是吧 他一看见 这样一种状况 他感觉非常内疚 没有保护好他们 没有保护好他们 所以他这个时候 下了一跪 我是这么分析他 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 唱作念 所有的技巧 都是为了这个人物 帮衬这个人物 封入这个人物 所以 他就是很强调 他是说 你如何去理解 武戏文唱 不是说是文 或者是你就把武的掐掉 或者温 这就是叫做文 不是的 而是要通过你的 唱念作 实际上去塑造这个人物 在 因为这个 尤其这处常玩朋友来说 他七进七出 他每一场戏的这个节奏 他的心情 他的都是不同的 而且呢 他很留有余地的 当你去观众去试试 我们经济下的老前辈 肖尚华老先生 肖尚华先生就认为啊 现在的这个武器 一些青年 六十年 看两声可以 还行 要听两口的 就感觉到不满足 不可以 所以他就担心了 这样一场戏下去以后啊 这一群 这个武神戏当中 与唱念 很重的这些武器的话呢 就慢慢就会 稀少了 而且慢慢会从武台上消失 所以他有这个担心 后来他听了有一次 他听了高二十年 你长半破以后 他的精神维持一阵 他说 他的这个已经担心了 就去了一大半 就感觉到高二十年 还有高二十年 这个高二十年 高二十年可以的这方面 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演员 所以肖尚这个仪器 这个担心呢 就打药了 好 好 鼻大 好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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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 哪 sympathy 哪 之 乎 你 当 哪 都 foreign 爹 我 你看 貓小子人 君母波比啼孔下無雲彩色 四星期快快请起 起什么 四龙后来问你 不是黄树散发 人在天边榴梨 我认保家 又习臣保家同情 那更不认往哪里取良 谁臣就只从为一个长三条去建设供取良 却是他一家团子 在我这天的地 当这天地 阿姨沫 阿姨沫 我家 又只隔一瓶 库阿鲁峰 河道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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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夕无恙 此将军到此 河道有救你 君母火车曾影 哎呀 将军哪 河道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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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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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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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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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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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字幕落了地 从坏藏山江潮雨 回到街巷这眼庭 刚才呢谈到的是长板坡 长板坡是洋派的 刚才倪先生你说的是经典剧目 也是代表作了 那么就是高盛林先生 作为这个洋派的这个传人 他也去演出了这么一出独木观 独木观其实据我所知 好像他是皇派的一个代表作 他为什么要尝试演这么一出戏呢 这就涉及到这个高盛林先生的这个艺术观 他在这个艺术观点上 他有一个主干 主干是洋派 这是他的主干 但是他认为呢 我不能攻中医派 其他的派别 凡是好的 我都要吸收 所以他常说这句话 谁好就学谁 谁好就学 无论什么派 是吧 所以这个随人这个独木观是 皇派的代表作 是吧 这个 他也同样去学 他也同样去学 是吧 他不仅 就他自己说啊 这个 就我们后来已经看不出来了 是吧 他他他由于他这个波采中肠啊 容易一螺啊 化为他自己的东西 是吧 你比如说东武观点出信 你要听他的唱 他没有离开皇派的空架 还是那个意思 哎 按照李俊先生那个唱法 下来 但是呢 给我的感觉呢 如果说李俊先生 是啊 是 唱的苍金有力 是吧 见能见脚 是吧 那么他就在这个基础上呢 又 增加了 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元韵流畅 在月下 今歲了 今永久 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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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古土只怕是 天难 万难难 我与那 云热吃衰 不才有无才 不才有无才 作曲 李宗盛 我所为那般 我所为那般 我摘出来的哪一块是周先生的东西 我摘不出来 他把它综合在一起 柔和得非常好 但是我就使我感觉到 他那个学理 处处都讲究 不离皇宫派的这个框架之下 他处处的很讲究 比如说病学理 学理是那个病的 他走的这个步子 他是那个 那怎么说呢 叫病步 他不是醉步 喝醉酒 走路的时候打滑 他是发软 但是他 由于他腿底下功夫深 他步伐又好 他走得很干净 很利落 到时候什么地方该让 别人还有跟他叫佩戏的 那一绕坡 他就得把人家让过去 他腿要在这别人 人家就过过去 但是他这一让 他让得很美 还是在这病当中 所以现在很 就让我们很难说 他哪一下子是周先生的 又晓得是谁的 这就 我们就扎不出来了 我们只能说看 这就是高生林的 高生林学的是皇派的 是吧 在里头他如何 有 他怎么揉进去的 那我们就说不出来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高生林先生 他这个观点的是 我始终是非常佩合他 这个叫做地不分南北 派不分金海 是吧 谁好小谁 大者为谁 海纳百川 海纳百川 所以他整个呢 他那个艺术的造诣 他就不是一般的了 是吧 他就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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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